大家好 今天是8月17日星期四的早上 騰訊隔夜出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業績 遠勝大行的預期高開在340元 不過似乎就有點厚勁不計 滾滾滾滾滾滾回來 關注早前333元的關口可不可以站穩 如果站不穩很難算的 同時我留意到大市方面除了騰訊之外 其餘股份好像不太動作 所以我繼續會維持個別的股份炒作就算了 如果炒作入深港通、入南炒各樣股份 實現了憧憬的話 其實都可以開始分斷值股 另外指數我預期開始震盪 未必一面倒向好的 我先看27,200點作為支持 騰訊如果是333收市的話 其實都是短線未可以轉強的 高騰訊